哈喽大家好我是Nikki代理飞 在我上一期影片呢 有提到了比特币和以太币的重要分析 然后也有提到了多单盈利中要不要平常呢 我们要关注什么重要的这个主力位置 好我们现在去看比特币的走势 好来到比特币四个小时图 那我在上一期影片呢 就有提到了很重要的这个主力位置呢 就是在这里这个位置 那真的是很漂亮的 到了这个位置之后呢 是没有成功突破的 如果他有成功突破呢 站稳 接下来将会继续的上涨 可是他没有突破 然后我在这个位置呢 就是有做了这个对冲的空单 好来到我的会员群 我在昨天的六点呢 有提到比特币 如果是突破呢 可以去注意 突破将会看到目标价位26000到27500 但是呢 他没有突破 然后我也有提到就是比特币 跟我直播布局还是一样的 因为我在昨天的时候呢 有做了这个会员直播 里面有提到了 如果没有突破24200 就是这个主力位 有出现这个snow呢 就可以捉空了 这个是我的代理飞指标信号 那他在这个时候 然后就是在昨天的11点25分的时候呢 就出现了snow 然后我就告诉我的会员呢 在这个时候呢 你可以对冲做空 设置好你的止损在上方这个位置 要是突破呢 就止损离场 那我们可以看到 其实他是很漂亮的 这个位置呢 下跌到这里 所以在这里呢 这个盈利总共有多少呢 有一个5点多巴仙 所以在这个位置呢 我会建议就是去拿你部分的盈利 设置止损呢 在你的进场价位 这样的话 你可以保护你的这个盈利 还有这个本金 好 这个就是我VIP带单的群组 里面有写到了 比特币要对冲做空 那是在24100和24200的位置 指引一指引二呢 已经是到了 现在呢 都还继续的拿着 设置止损呢 在这个进场价位 所以比特币还是一样参考的 就是这个上升三角形 那如果他是没有跌破 这个上升三角形呢 那接下来的这个比特币的走势呢 都还是一样的 会在这个三角形里面呢 进行盘整 盘整之后呢 才会出这个比较大的方向 那如果说 接下来的这个比特币 他要是跌破 然后稳了 接下来继续的下跌呢 大家可以在这个位置呢 去找做空的机会 你可以等他回踩的时候呢 去做空 还是回踩确认 接下来继续的下跌呢 你也跌破了这个前低的支撑位置呢 接下来就会继续的下跌 所以如果你在之前的这个位置 没有做到空 那你可以等下一个机会 就是在这里跌破的这个位置呢 去找机会做空 所以大家要密切的去关注这个位置 非常的重要 如果说他接下来是插针 回到来上方的话呢 那还是一个做多的机会 因为他回到来的话呢 也就是说他还会继续的 在这个上升三角形里面的进行盘整 而且这个上升三角形呢 我在很早期的影片呢 都一直有提到了 他会不会到了这个位置 接下来反弹 继续的测试这个阻力位突破 继续的上涨呢 还是有这个可能性的 只要他是还没有出一个方向 只要他还在这个三角形里面 好我们现在来看比特币天图 在天图可以打开EMS10和20 那10和20是目前位于这个位置的 所以我们可以参考 明天的这个天图收盘 或者是后天的 因为明天呢 有这个CPI的消息 我们看一下 他的这个CPI消息之后的影响会是如何 是蛮关键的 所以如果你要进行操作呢 你可以等消息后 再进行这个操作肯定会比较好 我都不建议呢 在消息的时候呢 就是有任何的这个操作 避开这个风险 好只要你有资金呢 基本上呢都不怕没有机会的 那在天图呢 刚才有提到就是这个三角形 除了这个三角形以外呢 其实还有另外一个形态 来我会给大家看 就是这个上升些星 那上升些星呢 只要他是跌破 那他其实就成立了 我的看法呢 其实他还是有这个可能性 会是这样的去走 碰到没有跌破了 然后接下来呢 再次的去测试 测试了 要是没有成功突破 跌破呢 那就是一个很好做空的机会 所以大家还是可以去参考 这个上升邪行的 那如果他是在这一个位置 跌破了收盘在下方了 那也就代表说他还会继续的下跌 所以我们呢 在于天图呢 可以去参考这个上升些星 要如何进入discord的会员群 你可以在我影片的资讯栏下方呢 去查看 或者是点击这个社群呢 你就可以看得到就是如何加入了 步骤一呢 就是你要在这里点击加入 带你飞youtube会员 就可以进入我的discord的群主 那如果你是无法加入 还是你要咨询vip群呢 你可以电邮联系我们 或者是telegram 这两个呢 是目前我们官方的telegram和电邮 请不要相信冒充我们的骗子 我们不会私信你 也没有微信和whatsapp 所以记得是在这里 我们不会私了你哦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好我们现在回到以太币 好我们现在来看以太币一个小时图 那在一个小时图 其实他有出现了这个三角形哦 你看三角形之后呢 就跌破出了一个方向 那我在我的会员区里面呢 也是有提醒他们 就是今天的5点14分有提到 ETH呢一个小时正在三角形盘整哦 在这里 然后呢我就有告诉他们 可以等他出方向 那我们回到来 所以以太币呢 是已经有出了这个方向了 所以如果说要进行操作呢 基本上就是等他跌破的时候呢 可以进行操作 然后到了这个很重要的支撑位置呢 一定要去留意在这里 在这里 这个位置 那我们可以看到呢 他是到了这个三角形的目标价位之后呢 还是继续下跌的 所以这个位置做空到这里呢 有一个5点多巴仙 我是建议在这个位置是去拿部分的盈利的 为什么 因为这个位置 这个支撑呢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支撑线 所以到了这个位置呢 我都是建议去拿空单的盈利的 拿了空单的盈利呢 就把止损设置在进场价位哦 这样的话呢 基本上是能保护你的盈利 还有保护你的本金的 好那我们现在来看 如果说接下来的ETH 还会继续的跌破下跌呢 那接下来的这个下跌的位置呢 将会是在1593和1564这两个位置了 非常关键的位置 好来到ETH4个小时图 那我拿走这个三角形呢 其实你可以看得到 他是在这个箱体震荡的 那这三条的阻力线 如果你都有关注我的影片呢 我都有给大家作为一个参考 这三个阻力线是很重要的阻力线哦 你可以看他在这个位置呢 是没有突破收盘在上方的 那在这里呢 其实就有出现了一个箱体震荡 那箱体震荡后呢 他是跌破了哦 现在呢 正在测试这个之前很重要的一个箱体 你看在这里 很重要的一个箱体的支撑线哦 我在之前的影片呢 我都有提到这个趋势线哦 如果大家有关注我的影片 那现在他是已经跌破了 那跌破后呢 我不会在这个位置马上去做多 我会接下来再看他有没有更多的 这个做多的信号出现 好所以其实这个趋势线 也是作为一个参考 如果拿走这个趋势线呢 他也就是会在这个位置 可能在继续的震荡 那也有可能会是这样去走 大家可以去留意的 他会不会走出一个头肩顶形态 如果他有机会走出一个头肩顶形态的话呢 那这里就是一个很好做空的一个位置了 大家可以去参考的 我不建议在这个时候呢 跌破你去追空 但是如果他有一个回调测试这个阻力没有突破 就是一个很好做空的机会 那如果他跌破的话呢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头肩顶的目标价位呢 将会是到多少 将会是在这个位置 1528 这个是大家可以作为参考的 现在这个右肩呢是还没有成立的 好那我们再看就是他在这个箱体里面呢 会走出怎么样的一个走势突破了 然后继续的上涨也有这个可能性的 好来到以太币天图 那在天图 我在上一期影片就有提到了这个上升斜行 那我们就要看明天的这个收盘了 上升斜行是一个看跌的形态 如果他接下来跌破呢 那将会继续的下跌 所以我们可以多留意明天的这个收盘 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呢 记得帮我点赞 还有留言在下方好不好 谢谢大家 记得订阅我的频道 打开小铃铛得到最新的资讯 我们下一期影片再见 这些都不是投资建议 只是周围参考 拜拜